隐身在墓园之中 一口坏掉的井 要为五千位村民解渴 均均细流 何时才能装满一桶水 为了生存 顾不得卫生 用水坝里的污水洗衣洗澡 辛巴威人也洗以为常 后面那个电池的水 已经非常非常少 而且是人畜共用 用那种水真的会生病 所以在情况紧急的时候 我们这就是要打两口井 想在干涸大地上 获取洁净且丰沛的水源 每一口井至少得向下 开挖八十公尺深 工程浩大 两口井是建造在当地人捐赠给慈济的爱心土地之上 慈济的志工在这里的付出 所以让当地的酋长 还有一些相关的当地的长者 非常的感动 所以就把这一边的整个一片捐给慈济 六天宫期志工居民团结一心 终于迎来了此刻的欢心鼓舞 大家就能打出 新闻之善美志工吉亚尼勒弗纳斯新八卫报道